诸位同学,大家好。请先开十三夜道经,第十七面,第一行看习。 这两条是讲止观,我们把止观和起来讲。 印度凡语,趁舍摩他,皮薄沙纳,禅喽,我们在《楞严经》上读道理。 《楞严经》上读道理。 皮薄沙纳,翻作冠。 《楞严经》里面是止观的圆容。 可是它的名词含义是可以通用的。 圣摩他可以翻作止也能翻作观。 偏重在止。 皮薄沙纳,虽然翻作观的头也有止的意思。 设计上,止观决定是圆容的。 止里面有观,观里面有止。 假如只有止没有观,那就是无想定。 修无想定,跟佛法不相关。 佛法里面讲的禅定里头是有观的。 也就是说,定中他有境界。 止观是佛家修行总纲理,总原则。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离不开止观。 我们念佛法门也是修止观。 你看看,念佛堂常常提示大家, 放下万云,那是止。 提起佛号,这就是观。 由此可知。 直观就是禅定。 念佛哪里不识修禅呢? 世尊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 念佛这个法门是无上深妙禅的。 道理就在此地。 所以没有禅定就决定不能够开智慧。 那我们知道,念佛法门确实是无上深妙禅。 你还起心动念想去学禅,想去做禅,就错了。 你已经在修无上深妙禅了。 而是你不懂得了。 而是你不懂得了。 不知道自己所修法门的书身。 禅语这个名称,翻成止观。 也翻成定慧。 定就是止。 慧也就是观。 又翻成定慧。 这个意思。 一说呢,注意就明白了。 即是止。 照是观。 又翻作明禅。 明是观。 禅是止。 啊。 所以止。 有停止的意思。 有止息的意思。 那么在世善业道里面, 止息失误。 提起是善, 这是观的。 啊。 啊。 齐心动念, 都是时善。 古得有所为啊。 啊。 动念, 则万善相随啊。 直径,则因念不生啊。 啊。 这是止观功夫, 到家了。 啊。 万善相随, 万善的根, 就是时善业道。 万我之根, 就是时我业。 啊。 最师尊讲这部经。 从初学, 一直到如来果的。 啊。 无量无边的发门。 像我们前面读过的, 啊。 六度, 四十。 这个, 三十七道品。 现在我们讲到直观。 如何落实呢? 都在, 十善业道。 离开十善业道, 所有一切佛法, 都落空了。 啊。 从最基础的上来说, 禁业三福。 禁业三福, 头一条。 如果没有时善, 没有时善业。 啊。 孝心, 尊思。 啊。 慈心不杀, 全都落空。 这个是讲到啊。 基础的基础。 啊。 啊。 敬业三福啊。 啊。 啊。 如果我们对于, 这个, 实善实悟要不懂得。 你从哪里去? 天天造业。 那就像, 地藏经上所说的。 啊。 啊。 言福提众生, 其心动念, 五不识罪。 啊。 啊。 为什么呢? 都与时卧相遇。 尤其是现代的社会。 现代社会里面, 人长没有了。 我们常常听说。 儿女杀害父母。 父母杀害儿女。 兄弟互相参杀。 常常听到啊。 这种四季, 这些年来啊, 越来越多啊。 越来越频繁啊。 啊。 这个不是人的社会。 啊。 人。 是懂得。 是懂得。 道理的。 啊。 什么是道呢? 人与人的关系是道。 啊。 中国人讲的。 五、 大道。 啊。 都是通达了。 啊。 五种啊。 通达。 大道。 就是五人啊。 啊。 夫妇。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人与人的关系啊。 你懂得这个关系啊。 你就得经义务。 义务是付出的。 没有条件。 啊。 父慈。 子孝。 凶游地宫啊。 义务啊。 义务啊。 印尽的义务啊。 社会才有秩序啊。 啊。 如同四季啊。 春夏秋冬啊。 啊。 中国人常讲的二十四个节气。 有条不紧。 有条不紧。 啊。 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转。 它有秩序。 它要没有秩序。 那不就乱了。 啊。 互相撞碰不就全都毁灭了。 有秩序。 啊。 啊。 有此可知。 什么叫做道? 道就是秩序。 啊。 这个秩序是天然的。 绝不是人为的。 啊。 啊。 十善业。 常道啊。 根本的大道。 人听。 三臣圣人。 共同遵循的大道。 啊。 啊。 违背这个大道呢。 就必定堕落。 这个一定道理啊。 啊。 堕落就是三窝道啊。 落在三窝道里呢。 啊。 他后悔了。 啊。 啊。 三窝道里头有觉悟的。 知道错了。 改过自信。 佛菩萨大慈大悲 三恶道众生也不学习 所以地狱恶鬼畜生 都有祝福菩萨在里面教化 可是我们要晓得 这佛在经常常说的 佛道众生 由于业障太重 修行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没有人天这么便利 他们想回头 可是不容易 但是祝福菩萨 慈悲到极处 不舍众生 依旧是帮他忙 帮他小业障 诸位在地藏经上就看得很清楚 可明白 怎么帮助他呢 头一个就是帮助他恢复人身 脱离三土 但是他得人身呢 他又迷惑了 隔了时间不久 他又回到三恶道去 得人身 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 永远不躲三恶道 这个事情就太难了 我们自己就是个例子 我们的习气 为什么这么重 三恶道来的 这个习气如果不改 死了以后又回去了 就像地藏菩萨所说 好不容易帮助你 到了人道 怎么没几天 怎么你又回来了 人间岁月好像是很长 主要知道 卧轨道的一天 是人间一个月 所以假如从卧轨道 恢复到人身了 就算你回一百岁 死了之后又回到卧轨道 卧轨道看到 你去的没几天 怎么就回来了 这里都时差很大了 那地狱道的时差就更大了 往年 李炳南老巨师 对大专学生 介绍佛法 他编了个教材 叫佛修盖要十四讲 这里面有讲到地狱道 地狱道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2700年 就算你活了一百岁 再回到地狱 哎呀你去的菜菜 还不到一个钟点 你怎么就回来了 难啊 所以山徒 确实是 难离开 佛在经上举的比喻 投出投没 这个比喻 很值得万位 只要在六道 三岸徒是老家 到三岸上到了 好比出来旅游 时间都很短暂 立刻就要回去 所以在这个卧道里的 投没 沉到水底下去了 投出 佛偶尔撑出头来 呼一口新鲜空气 啊 叫投出 佛用这些 形容六道里头的真相 所以总说 可怜悯者 六道众生都可怜悯啊 那我们看看六道的 习习多重 还在追求 五欲六成的享受 还在追求 财色名是税 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 但是这个观念 由来已久了 无量节熏息而成的 啊 佛苦口婆心呢 叫我们止 止住 这些思想 是错误的思想 这些看法 是错误的看法 物质生活 过得太富裕了 不想离开啊 佛法 教学的终极目标 佛讲的 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路 是华藏世界的路 不但不是六道啊 连舍法界都不是 如果我们贪念六道的路 贪念舍法界的路 你就永远不能正得一真法界 那真路啊 那真路啊 那个路不会退转的 不会变直的 六道里面的路 非常容易变直 叫路基森碑 你看 你看昨天下午 我们解答问题 有个同学问的 结婚还不到两年 夫妻天天吵架了 你在刚结婚的时候 不是落吗 落的时间 还不到两年呢 杯就来了 两年还算是长的了 有些结婚的时候 两三个月就闹起来了 这些事情 我们仔细观察 人就会觉悟啊 知道这个东西 夜运 运增毁 而社苦绝定不失落 那么否则阿罗汉 真的是小国 那小路 脱离六道轮回了 死圣发街了 称他做小国 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 是相似之路 不是真路 真路一定要超越 这些事发街 所以 福 赞叹苦行 就有道理 苦行 实在讲 让我们对于 三徒六道 没有留念 如果我们遇到的语言殊胜 念佛求生净土 这一生才可能有成就 如果你心心念念念 不学习 六道里面 这个 无欲之路 你就不可能往生 这一生 大好机缘 必定错过 所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学 直观 这个能力 贪图一切 受用的 这个念头 要止住 事出世间 一切 要看清楚 我出修佛的时候 刚家大师叫我看破 放下 看破是惯 放下是止 我问向他请教 入佛门 最善巧的方法 他告诉我 这两句话 看得破 放得下 还时直观 因为他要 我出修佛 他要讲止观 我听不懂 他换一个话 看破 放下 我能听得懂 看破是要 看 仔细观察 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 最重要的 看这个因果 因果就摆在面前 你能看出来 什么样的因 接什么样的果报 从果报 看到 他的 阴性 从阴性 你能看出 果报 你就清楚 统统看清楚 看明白了 你当然放下 哪有放不下的道理 放不下 还是没有看清楚 这个道理要懂 这两条 意思非常非常的广 贯穿全部的佛法 他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 我会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